今天是巴黎奥运的开幕日 尽管奥运会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是大不如前 但是这依然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啥的都可能成为局势关注的大事件 那么就在开幕式之前数小时 法国的高速铁路的网络遭遇到了大规模的纵火袭击的破坏 它就涉及到大西洋 还有法国的北部和东部的多条最繁忙的高速铁路线 导致相关的线路是严重的中断 初步评估说至少是有80万左右的乘客 它的处行受到严重影响 那么这个袭击它是发生在当地时间 今天的凌晨4点钟左右 明显是一系列的协同作案 这个法国的国家铁路公司就表示说 这个事件是严重波及到了通过英吉利海峡穿越伦端 比利时以及法国西部北部东部的交通 那个知名的欧洲之心就是那个高速列车 都不得不取消大概是25%就是四分之一的车次 全都取消了 那么其余的车次虽然可以运行 但是它也不得不要改道了 要走一些老路就是经典的线路 速度就要将大幅度的降低 平均旅行时间 据说要延长一个半小时左右 那么迄今为止就是这次袭击还好 没有看到有人员伤亡的报道 也没有组织出来发声明说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 那么法国这边因为奥运会在即 这个开幕式非常的盛大 他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负面新闻 当然就是尽量低调的去处理了 他们只是宣布说 还有另外一起针对着巴黎马赛铁路线的袭击 已经被挫败 但是没有提到相关的细节 同时呢这个法国的体育部长就出面来发布一份声明 说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家放心 不会受到影响 参会人员的安全也都是有保障的等等吧 那么目前这个事件还在调查之中 从这个作案的手法看 这个警方说是初步怀疑对象指向的是 一些左翼的激进分子 或者是这种激进的环保人士 包括某些极端的宗教势力 但是呢警方也都强调说 目前还缺乏这个缺乏相应的一些证据 那么根据法国总理的说法呢 就是这次行动是有充分的准备和一些专业背景的 就是说袭击的目标呢 是经过精心的挑选 都是在一些要害的那个铁路线的分叉点上 它可以造成最严重的后果 就显示说 显示呢这个袭击者呢 他对整个铁路网络 其实是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啊 是有专业背景的 他知道在哪下手可以什么 就是一下子搞得你很痛 绝非是一般的莽夫了 那么尽管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这次袭击的影响呢 它是巨大的 因为这个巴黎奥运会呢 预计是将有超过100位的外国政要 要去出席这个开幕式的 其中就包括很多国家元首啦 政府首脑啦 还有王室成员等等 都是一些这种就是级别很高的代表了 由于本次的开幕式呢 他是别具一格 他是在这个赛纳河上举行 不是在那个体育场里面 所以他会导致他的安保的复杂性是大增 为此呢 法国当局是史无前例 据说在现场是部署了 四万五千多人的安保力量 此外呢 还外加两名 两千多人的这个私人保安 还有一千名的巴黎市的警察 外加一万名军事人员 要提供一些安全的额外的支持 同时还部署了大约两百名的突击警察 负责就是塞纳河上的安全 有三百五十名的县兵特警队 负责空中的安全 同时还有大约是一百名 来自叫做BRI 这是一家就是专门就是负责水下的安全的 就是这种精英的警察 他是负责保护这个各个码头 如果说在这个沿河游行期间发现了可疑的爆炸物啊 啥的 这些潜水员什么的 他们都是有这种非常 就是出色的潜水的能力 可以随时就可以介入了 那么众所周知呢 奥运会 它是以一个休战原则成为举世公认的和平象征 对吧 上次奥运会遭受这种恐怖袭击呢 已经是在二十八年前 是在一九九六年的七月 当时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 这个百年奥林匹克公园 发生了一起这个炸弹爆炸事件 那么那次袭击呢 是导致了两人死亡 一百一十一人受伤 那么这次巴黎高铁的遇袭事件呢 它其实是有两个相关的背景呢 需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长伊斯内尔卡茨 他在上周五的时候 就向法国的外长正式的发出一份 非常令人震惊的官方的信击 他就向这个法方就通报说呢 根据以色列所获得的情报呢 由伊朗所支持的恐怖主义的代理人 有可能会在奥运期间 来对以色列的代表团的成员 和以色列的游客发动袭击 这可是官方正式的一种通报 还不是说是哪个报纸的这种 就是听来的小道消息 另外呢 还是有一个 他是就是蒙面的一位 这个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 两天前在X平台上面 他直接发布了一个视频 就扬言说要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要发动袭击 要让巴黎是血流成河等等 那么尽管现在反恐专家们 对这个视频的真假是存在着争议的 但是呢 这种威胁依然是让人不敢轻视的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嘛 在1972年9月5号 当时是在西德的穆尼黑 举办的第二十届的夏季奥运会期间 来自巴勒斯坦的黑九月 那个恐怖组织 由绑架杀害了11名 以色列的运动员还有教练 是震惊全世界在当时 这个黑九月组织 它是哪什么来头呢 它就是现在已经成为了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 那个法塔赫组织 当初是它下属的一个派别 所以过去的法塔赫 也是专门干这种恐怖 恐怖主义行动的 所以呢 在当前我们都知道 这个以哈战争嘛 正打的是如火如荼的时候 而且在中共毫不掩饰的 公开出面开始整合 巴勒斯坦各大派别之间的力量 说要让他们团结一致的时候 大家看针对着巴黎奥运会 或者说参会的这种 以色列的代表团 发起这种恐怖袭击呢 这种风险是不容低估的 当然说到中共呢 可能很多朋友 可能都看到这个新闻了 在三天前的周二的时候 有一条新闻是全世界都很震惊 就是巴勒斯坦内部 一共是14个派别 这个不少啊 派系伶俐 14个派别 他们突然都宣布说 在北京要实现一个大和解 大家一起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 名字叫做 《关于接触分别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把简称呢就叫做北京宣言吧 在这个签署这个宣言以后呢 中共党媒就毫不隐晦的就声称说 这个北京宣言 它的签署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啊 是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等等 那么很多人肯定就会 本能的打上一个问号 中共它真的是为和平而来吗 很多人都在猜测说 中共史无前例的来出面 斡旋整合巴勒斯坦这些各个军事派别 这些武装力量的派别他的意图究竟何在呢 其实在我看来呢 中共它首要的目的是要紧急的挽救哈马斯的命 救哈马斯的命 就是让哈马斯的骨干力量 可以通过与法塔赫组建一个联合政府的形式 来变相的得以保存下来 活下来 而且呢还披上一个合法的外衣 而保留了哈马斯 大家想他意味着什么 他就等于保留了在中东 随时可以再重新搅乱局势的一根搅屎棍 而对哈马斯有救命之恩的中共 就是牢牢的掌握这根搅屎棍的人 所以大家都知道啊 以色列现在对这个哈马斯 哈马斯正在穷追不舍 大有除恶无尽 不达目的不罢休之事 那么中共在这种时候 他挟刺里突然杀出来 要捞走哈马斯 他就等于废掉了以色列苦心经营的灭哈计划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看到以色列 站出来立即是强烈的谴责北京宣言 说把这个哈马斯纳入到战后的加沙政府 这是不负责任的等等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呢就是中共呢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向美国去炫耀肌肉 和上一次中共去斡旋的伊朗和沙特 这也是一对老冤家是吧 去斡旋他们互相之间达成和解 是一样的道理 就中共现在频频在打出一个 所谓的中东和解牌 这张牌其实它根本的目的呢 是要扩大中共在中东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通过整合阿拉伯国家 所有的这种反美势力 想要组建一个统一战线 其实这就是它的目的 所以呢 这个北京宣言在我看来 它其实是有比较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就是它真正的意义在于说 中共等于是向全世界已经正式宣布了 自己就是整个中东地区的恐怖势力的总后台 谁你要想过一点安生的日子呢 你必须要和中共来打交道 得中共点头 有一点呢 我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随着中共对台海开战的准备工作 是越来越趋近于完成的时候呢 中共在欧洲和中东去搞事 去挑起战事 或者挑起这种就是纷争的风险 它是越高的 因为这个其实一直都是中共的一个既定战略 它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来分散 欧美各国的一些精力和资源 最大限度的来侧应中共在台海的一个主攻方向 就是台海始终都是中共的主攻方向 它到处去点火呢 只不过是就是分散你的精力 唯唯就照吧 说到这个中共对奥运会的威胁 其实除了恐怖主义呢 还有更加难以察觉的跟除和难以根除的这种危害 就是中共对这个奥委会的渗透与控制 在前天就是两天前 国际奥委会以83比6的投票的结果就正式把2034年 就是十年以后的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就授予了美国犹他州的银湖城 但是史无前例的是这次在投票之前 犹他州的这个政界人士和美国奥林匹克的领导人 被要求就是被国际奥委会要求 他们必须同意附加一个签署一项协议 什么协议呢 就是他们必须要向美国的联邦政府去施加压力 停止追查中共23名游泳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会之前被查出这个服用了违禁药物的这件事情 这个案子 所以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要来帮中共说这种话 这个事件它其实发生在2021年初 就是当时有23名中国的游泳运动员 被发现就做药检的时候 发现这个叫做取美他禽这种药 它其实是一种兴奋剂 发现它检测结果23个人全都呈阳性 那么当时中共马上就声称说 是因不小心出现了食品污染 就是吃东西吃错了 但是美国这边随后就启动了这个联邦调查 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那么问题就来了 现在在这23名药检阳性的运动员之中 在今天至少有11名 他们是要参加本届巴黎奥运会的 因为国际奥委会就公开的表示说 他们接受了中共官方 关于说是不小心食品污染的这么一个辩解 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就这么说这些运动员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众所周知 中共那个游泳的这个体育 这个行业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可以突飞猛进呢 它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当年引进了很多 就是东德解体以后啊 东德的游泳教练 因为东德在那个时候是游泳的强国 其实他们就是靠了系统性的大规模的 以国家行为来对这些运动员 让他们服用这种禁要 用这种方式来提高成绩的 就是这么一种方法 所以呢当这个国际奥委会 我们看到他居然可以以停止舞弊调查 作为一个附加条件 来诱使美国说可以决定 我把这个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你 我们就不难想象你说中共对国际奥委会的渗透究竟有多深